我们接下来来谈第三个单元 就是圣经与生活 圣经它是独特的 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 里面满有神的应许 这些应许不但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看重神的话 也就是说能够每天的来研读圣经 让神的话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 让我们灵性饱足 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能够体验圣经的真实性 我们一定更能够相信神不但存在 神而且是满有祝福 愿意来赐福给相信的人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的话语 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话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读圣经 但是神也使用教会聚会的正道 同龄的见证分享 或者各种试听 或者是文字的属灵书籍 来使我们更明白他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的生命 和灵性的生命 为了要维持肉体的生命 我们需要食物 饮水 空气 要阳光 那为了要让我们的灵性的生命 持续不断地成长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来滋润我们的灵命 来供养我们树林的养分 神今天 祂让我们很容易就拥有圣经 甚至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版本来对照 也让我们有知识 能够来研读圣经 如果我们把它放着不去读 就是我们自己丢弃的神 放在我们身边 要用来喂养我们成长的恩典 因此我们要养成 天天在生活当中 查考圣经的好习惯 《笑话十字行传》里面 十七章所记载的 比利亚人的精神 他们天天查考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今天如果我们 每天不断地研读圣经 我们一定能够更明白真理 也能够更认识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更能够盼望 神所应许的将来永生的福气 圣经 它是神的话 神是活的 所以圣经也是一本活的书 因为它是永福的真神 借着圣灵 赐给世人的 祂的话 是活泼有功效的 祂像一把两刃的利剑 能够 赤字剖开人的 废五心肠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可以被检验 借着神的道理 让我们可以更新 可以成长 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也说 神的道 也是永存的道 神的道理 是引导我们进入永生的 所以 我们今天要得永远的生命 一定离不开圆读神的话 今天我们人生 所会碰到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在圣经里 都可以得到解答 圣经 就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百科全数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会体会 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 祂是如何借着圣灵 以圣经的教导 来引导我们走在平衡的路上 因此我们需要 在生活当中 时常把圣经打开 让圣经中神的话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在诗篇 119篇 第130节说 神的言语 一打开 就会发出亮光 使单纯的人通达有智慧 所以我们如果 时常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时时得到指引 我们也能够得到 神所赐的智慧 让我们都能够走在 神要我们 过的生活的正路上 我们的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神的手上 神用祂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过世上的日子 就是让我们能够体会 祂是真实可靠的 祂的应许就带着我们进入 永远的天国 愿我们都能够这样来珍惜 神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 能够相信 能够相信祂是从神来的 接受祂所教导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对天国的应许 更加有盼望 紧紧地跟随祂 来走人生的旅程 我们一定能够 进入神的国度 得到神应许的 永远的福气 愿主耶稣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圣经 连读圣经 愿一切荣耀送贷 感谢 都会归给天上的神神 哈利路亚 阿们